今天很高興邀請到太囂張的負責人李鴻燕阿燕來接受網站訪阿燕你好 大家好 阿燕想先請你分享一下 當初是什麼樣的起心動念會讓你想要踏入這個餐飲業 想要出來創業 主要是我在餐飲業也待了蠻長的一段時間 大概也八九年了吧 前前後餐廳阿飯店阿這樣的一個經歷阿磨練歷練阿 然後做到最後就會有自己的想法 那想要去實行自己的想法 那說真的你沒有爬到相對的高度 你是在那些企業當中你是沒辦法去執行自己的想法 對對對 那也是覺得說自己年紀也不小了 就出來試試看這樣子 喔是 所以就初以來成立這個太囂張 起初不是做一開始就做這個太囂張 真的喔 起初是做什麼 起初一開始是跟朋友合作做一個親死沙拉的部分 喔親死沙拉 對對對 但是 理想總是美好的 現實是殘酷的 我們 在去年年初一開始 成立的時候 開始試營運的時候就 過了大概 剛下去大概兩個月吧 就碰到了第二波疫情 喔所以被疫情 對那時候就蠻嚴重的 被疫情影響到了 對對對 然後就一直苦撐著 嗯 然後一直到了 最後我自己撐不住啦 嗯 大概營運了六七個月吧 喔 後來我就結束掉前面 那個親死沙拉的部分 喔是 然後自己把它轉成太囂張的這個 目前的這個 屁股 喔就是一樣的 一樣原店原子只是轉成做南洋料理 沒錯沒錯沒錯 那你怎麼會想要全名叫太囂張 嗯 太囂張主要是結合到我的料理 跟我的營業時間嘛 剛好是以泰式料理為主 然後我做的時間又是晚餐跟宵夜 喔 對剛好取一個諧音這樣子 喔是 喔是 那阿爺那這樣子 你成立這個太囂張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碰到什麼的困難跟挫折 困難跟挫折喔 嗯 肯定是每天都在 每天都在遇到不同的一些問題啊 對 那我認為 你既然出來創業了 你的心態就要夠堅強 我認為那些都是一種 一種過程 一種歷練 對對對 那只是看你的角度 你的思維 你要怎麼去面對 我認為你只是 要去思考的是 你怎麼去把它解決 嗯 對對對 因為我認為沒有過不去的事啊 這樣子 對 只是你的 本身的那個能量 本身的思想 一定要很正面 喔是 因為你是老闆 你是老闆 對 你本身是老闆嘛 所以 你必須要 夠堅強 你的能量要夠強 你要帶領你的夥伴們 往前走 對啊 對啊 如果你連你自己 都不夠堅強的話 那 你的員工你的夥伴怎麼會有信心呢 對不對 喔是 所以初期就是 本來創業每天就會遇到一些困難跟挫折啦 但是等於說你沒有把它放在心上 是 好 那阿姨你在創業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發生到你 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麼呢 印象最深刻的事喔 對 呃 我認為 大概是 來自於顧客吧 顧客的反饋吧 喔客人給你的反饋 對啊對啊 那 其實 客人他 有時候很好玩啊 喔真的 怎麼說 就像我曾經有遇過客人他 他 他在用完餐之後 他要走的時候 然後就 用 一點很嚴肅的表情跑來 直問我啊 就說老闆 你這個月亮蝦餅是自己做的嗎 對 那 那 當下我們看到他這個語氣跟這個表情 你又心想說 啊這個客人是怎麼了 到底哪裡不滿意 對對對 然後 好像要來找茶的感覺 對啊然後就心想說 好吧就見招拆招吧 對啊 然後後來就跟他說 嗯 對啊我們自己做了 怎麼了 對啊 那突然來個100個說 啊也太好吃了吧 對啊 真的 對啊就是這個 這個落差會讓你印象很深刻啊 對對對 對對對 然後也同時你 你也會 得到客人的肯定 嗯 對你也會覺得 喔你的一些辛苦是 有價值的 喔 對對對 對啊 等於算是另類的成就感 算是 算是 你在這 這麼難走的一條創業的路上 的一個 一個 一個肯定 一個肯定 應該算肯定嘛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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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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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類似啊還有遇過一對情侶的 那個 女生 她也是吃完 然後 她那一次是點了 綠咖哩牛 然後她吃完 她又跑過來問我說 老闆 你這個牛肉 嗯 是原肉嗎 嗯 對啊 然後我就跟她解釋說 我們這個是用澳洲的牛腱 對啊 對啊 然後說 你確定 你這個不是合成肉嗎 對啊 對 對 她就這樣質疑 然後她就說 沒有啊 這個 這個真的是牛腱肉 我可以拿拿給你看 然後我就說 那怎麼有辦法煮到那麼軟 對啊 在他們的理解 他們認為 對啊 正常原肉是沒辦法那麼軟嫩的 對對對 對啊 那 後來我也是跟她解釋啊 跟她講解 對啊 甚至教她怎麼煮 才有辦法煮到這麼軟 真的 對對對 我覺得這些都是 顧客讓我很印象深刻的 一些會 是 那你們太孝張當初的 精英理念跟核心價值是什麼呢 精英理念其實就是希望 提供一個 平價 美味 然後 舒適的用餐環境 對 然後我希望是 顧客她來 來我們這邊用餐 她是比較沒有 所謂的 預算跟壓力 哦 對對對 她 因為我們的定價是相對的比較平價一點 對 她只要隨時想來吃 基本上都不需要有太大的壓力 哦 不用像 不用像你去瓦城 比較知名一點的那些 泰斯南亞料理 你可能是久久才去吃一次 對 對 像我們這裡又主要是針對菜單上的設計 就是針對一到兩人的方式去做設計 對 所以你也不需要揪到三五好友 你才可以來這邊 不一樣很多人才可以去吃泰式料理 對對對 主要 主要的 主要的 起初的想法是這樣 對對對 是 那你們泰銷商你們家 因為其實就像你講 其實做泰式料理啊 南亞料理很多 那你覺得你們家跟一般外面不一樣的特色在哪裡 不一樣的特色 其實大部分就是盡量都是自己去做吧 就是不要用半成品 哦 是 然後食材盡量採用新鮮的食材 對 就像打拋豬就是我們就是只用市場的溫體豬 哦 是 那打拋豬的部分我是一定要選用母豬 哦真的嗎 有差嗎 有差有差 公豬跟母豬 它的那個在肉味腥味上會有落差 哦是 對 有些人他對豬肉比較敏感的 他吃到公豬的話他就覺得 哦 有那個肉味他沒辦法 哦真的 對 所以我就是一定就是採用母豬 是 當然價位可能就會稍微比人家高一點這樣子 嗯 那像甚至連飲料的部分啊 飲料都自己煮這樣子 哦是 所以你們家的奶茶要自己煮 對 沒錯 什麼都自己做 盡量都是自己做啦 我覺得 對啊 因為這樣子一來 我們能夠給消費者一個安心 吃的安心 然後再來我們價位也比較能夠平民化 嗯 比較平易技能一點 哦 是 那你們有沒有說固定多久的時間會換 會變更一次菜單 菜單的部分基本上大概是 半年會去做一次的一個思考啦 就是可能看這一次的菜單 run了半年 那顧客他的 他的所謂的 點 點擊率點播率 他的那個銷售率是如何好不好 哦是 對然後再來就是客人給你的反饋 嗯 對那當然如果不好的話就會考慮把它給剃除掉 嗯 對那再看能不能再增加一些新的菜品這樣子 哦是 所以你們也會適時的去更換一些菜單菜色 嗯 去研發不一樣的口味這樣子 嗯 基本上 基本上 我認為現在 大家是 蠻喜歡也蠻能接受一些新的 新的料理 對創意的料理 是 當然也不是 你隨便亂搞就搞出來 你還是 你還是要經過不斷的去測試 對 所以 換菜單這件事其實他 算是一個大工程 對 那你們太家商 未來有沒有一個比較短期啦 還有一些比較中長期的規劃 跟想法 嗯 短期的話 基本上就是希望我們的菜品品質 能夠穩定嘛 然後 夥伴們也能夠有向心力 也能夠穩定的在這裡工作跟發展 是 對 那基於這部分啊 我就設立了一個制度就是 我會把門店的利潤 每個月提拨20%出來 哦 是 出來當作那個分論獎金這樣子 哦就是分給員工照 對對對 哦 你是希望留住人才 對 只要你是有意願 然後有責任心的 是 那我們就是共同成長 我認為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因為我認為 每一個夥伴 他相對的都是我們的招牌 坦白講 因為他要服務客人嘛 對 對對對 那坦白講 他服務客人也是我們的一個環節 是 對 那你要讓他能夠好好的服務客人 你就必須要提供相對的一些福利啊 獎金啊 哦 是 對對對 總不能說 你拿香蕉 然後卻想要請到好的人才吧 對不對 我覺得這部分很重要 那中長期呢 中長期的話 基本上會希望就是去展分店吧 對 就想要以電影店之間 做一個三公里的間距去拓展分店 所以一樣在台中 不會 一樣在台中 目前沒有想要往外縣市 目前是沒有 想先在台中發展 至少先成立三家 三家指引的方式 三個店 對 那這指引的部分還會有店長 店長 就是會有店長就對了 對對對 對對對 那 像店長的部分我會再 另外再提拨8%的一個管理獎金這樣子 哦 所以等於說你中長期是比較想要培養人才 算是培養人才 也算是像是一個 合夥的一個機制 哦 就是你把店長培養起來 那 如果你 轉第二店第三間店 它是 就變成是合夥這樣子 其實 嚴格來講就是 只要 能力表現良好的員工 他都算是一個 一個 小股東的概念 對啊 對啊 因為他可以直接分論到 每家店的英語 對對對 對 那他如果有意願在網上 那他當然可以晉升到店長 哦 對對對 未來我也會考慮到所謂的 直營 直營加盟的方式 是 對 就是可能變成 比如說 店長他佔70% 對 然後總公司這裡佔30%的方式 去做拓展 是 對 這也是未來 有在考慮的部分 好 對 然後最後想請阿燕啊 如果說今天有年輕人想要創業 想要投入餐飲業 你會給他什麼樣的建議 建議喔 我認為 心態方面要夠堅定 對 那 因為餐飲業畢竟不是一個 輕鬆的行業 對 那 我認為 呃 不能太好高騙遠 哦 對對對 對 對 因為他 他不算是一個非常 暴力的一個行業 比較偏向汽水藏流 是 對 所以 你在這個行業 你不要想要一夜自負 嗯 他必須經過 一些沉澱啊 積累啊 發酵啊 對 他才能夠慢慢的成長起來 嗯 對 那心態 心態是相當重要 就是你 如果今天想要出來創業 嗯 你首先要具備的就是 解決問題的能力嘛 嗯 不怕麻煩 對 你如果 連一些小事情 你都覺得麻煩 那我覺得這個心態上 是 夠健全的 嗯 是 好 今天真的很高興邀請到 太囂張的負責人 李鴻彥 阿彥來接受我們的專訪 謝謝阿彥的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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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